看到梁天佑 袁其民他们一脸错愕的表情 陈东却又突然笑出声来 怎么 你们还真信啊 算了 不跟你们开玩笑了 其实 是股份谈不拢而已 这位大小姐的胃口 可是比朴氏财团的胃口还大呢 你们觉得 还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吗 听到这话 梁天佑他们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原来这才是合作谈崩了的真相啊 这位宋大小姐看上去平平静静的 还说很喜欢黄金炸的味道什么的 没想到一到生意场上 同样也是这般锐利啊 而以后 他们也只能靠自己的能力 在这东韩发展了 对此 陈东却是毫不在意 正当这时 一辆白色的定制款麦巴赫 刚好从门店门口经过 正是宋福尧乘坐坐驾离开 透过车窗 陈东与宋福尧四目相对 他清楚地看到 宋福尧那张倾国倾城的面容之上 此刻正挂着滴滴泪珠 唇角却保留着一丝笑意 陈东自然明白对方此刻的心境 庆幸陈东的活着 不舍陈东的分离 陈东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已是回应 目光交叠间 两个都已经读懂了对方心中所想 不过都是同样的一句 各自珍重 看着白色麦巴赫 渐渐走远的背影 陈东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 直接就要离去 可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却是忽然响了起来 是许柔打过来的 陈东直接按在了机厅键 小容肉 是不是有结果了 电话那头的许柔点了点头 嗯 陈总 你让我查的关于朴氏财团的事情 我已经全部查清楚了 我现在就向你汇报一下 随后 容妹子便将陈东之前 要求她调查的所有结果 全部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听了容妹子的讲述之后 陈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了 辛苦你了 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说吧 陈东便直接挂掉了电话 而他的眼神 却是陡然变得锐利起来 调适财团 他的计划 终于要开始运转了 另外一边 韩再勇他们已经离开黄金栅 回到了位于市中心的总部 刚一进门 韩再勇就气了一拳砸在了茶几上 整个茶几竟是瞬间四分五裂 韩再勇本身就是有修为在身 这一拳的威力 不容小觑 混蛋 混蛋 韩再勇气地暴跳如雷 对着空气歇斯底里地大骂起来 他堂堂金阳帮老大 今天却当了所有人的面 得送付摇下跪 原本说要搞死黄金炸的老板 结果什么都没敢干 就灰溜溜地逃回来了 这简直是太丢人了 当天晚上 位于汉城市中心的一栋别墅内 昏暗的房间内 松暖的大床上 一个青年正处于酣睡之中 如果仔细看的话 不难看出 这青年的梅雨之间 与朴光泰跟朴智雨 隐隐都是有着一丝相似之处的 因为这青年 也的确是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没错 这个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朴氏财团的继承人之一 朴在旭 朴在旭的年龄比朴智雨略小 不过毕竟是财团出身 从小耳濡目染间 心性自然也已经要比同龄人 更加成熟一些 事实上 之前在朴光泰在世的时候 朴在旭跟朴智雨一样 都已经开始负责管理财团的一些事物了 只不过 自从朴光泰过世之后 朴在旭却被哥哥朴智雨 强制要求休息 理由是 父亲朴光泰的过世 让朴在旭的心情太过悲痛 极大的影响到了工作 所以 暂时休息一个月 对于朴在旭来说 会是一件好事 朴智雨甚至已经承诺 等朴在旭的心情稳定了之后 他就会将财团副会长的职位 交给他来做 这样一来 他们兄弟二人 就能够共同管理朴氏财团 经营好父亲留下来的庞大产业 说实话 朴在旭对此还是十分感动的 因为在此之前 他与哥哥朴智雨之间的关系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 平日里见面的机会也并不是很多 朴在旭一直以为 他这个身为财团继承人的哥哥 是从来没有将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放在心上的 结果却没有想到 对方不仅知道自己因为父亲的死 悲痛欲绝 专门让自己休息 甚至还要对自己为以重任 这让朴在旭从心底觉得感动 果然 血浓于水呀 刚好这段时间 朴在旭也的确是有些累了 借着这个机会休息一下也是好事 所以朴在旭想都没想 直接就答应了 今夜 他也是在与这最终的六位女秘书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工作交流之后 心生疲累 这才睡得十分香甜 只是 正当朴在旭睡得正酷之时 睡梦中的他 却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响起 都快死了 还有心情睡觉啊 朴在旭以为 自己是在做梦 对于这些并没有放在心上 这时 刚才的声音 却是再次在他脑中响起 说你呢 朴在旭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醒了 睡梦中的朴在旭 仍旧当作这一切都是在做梦 翻了个身之后 却是又接着睡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那个声音的主人 似乎是彻底失去了耐心 卧室里响起了一声巨响 顿时把朴在旭吓了一个机灵 噗通一声 便从床上直接摔到了地上 朴在旭猛然惊醒 接着便看到自己的床头 不知何时已经坐着了一个轻瘦的身影 此刻 那个身影正眼神沉冷地看着自己 啊 我的妈呀 大半夜 自己的房间里竟然多出了一个陌生人 这对于朴在旭来说 实在是太恐怖的一件事了 顿时吓得惊声尖叫 陈东看到朴在旭这副模样 却是玩味一笑 朴少爷 顺便质量不错呀 看来你那六位女秘书的工作能力 一定很强吧 朴在旭此刻 可没有闲心去探讨这些有的没的 他整个人蜷缩在床上 指着陈东大喊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告诉你 立刻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 老子可要喊人了 我可是普世财团的少爷 你要是敢动我 小心我哥 跟你没完 朴在旭故作强硬地说道 陈东笑了笑 赶忙说道 我当然知道 你是朴氏财团的少爷 要不然 我也不会过来找你了 普少爷别紧张 我今天过来这里 可没有任何对你不利的意思 而真正想要对你不利的 却恰恰就是这位 你口中说 会维护你的好大哥呀 你说什么 朴在旭诧异一声 随后不可思议地道 你胡说 我大哥对我好得很 怎么可能会做出 对我不利的事情 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了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鬼话的 陈东没有想到 朴在旭的脑子 竟然这么不好使 就这种头脑简单的家伙 真是不知道 是怎么在这豪门之中 活下来的 如此想来 也怪不得当初朴光泰 会把继承人的位子 传给了朴志宇 而丝毫没有考虑 眼前这个朴在旭了 不过 这样一来 对于陈东实施自己的计划 反倒是有好处的 陈东随后便说道 看来你对朴志宇这个大哥的秉性还是挺信任的嘛 那不知道若是我告诉你 你爸朴光泰 就是被你这个好哥哥 跟他的那个好妈妈 和谋害死的 你会做何感想啊 什么 朴在旭如遭雷击 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绝对不可能 朴是财团 早晚是他的 我爸甚至还救了他的命 他有什么理由害死我吧 这根本就说不过去 陈东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如果只看这些的话 的确是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 等你看过这些之后 应该就能说得过去了 陈东说着 便将一叠照片丢到了朴在旭的面前 当朴在旭看到那照片上的内容之后 整个人顿时惊大了双眼 只见那照片之上 全部都是一对男女在车里亲近的场景 简直是不堪入目 而让朴在旭感到惊讶的是 这些照片中的女主角不是别人 竟是他的大妈 也就是朴志宇的亲生母亲 金秀慧 自己老爸的女人 竟然在跟其他人在车里偷情 这简直是太荒谬了 而陈东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朴在旭 更是惊得说出话来 这些照片 是在你爸的邮箱里找到的 其实 你爸在死之前的一个星期 他就已经对金秀慧有所怀疑 于是便聘请了私家侦探 对金秀慧进行跟踪调查 只不过 还没等你爸等来这些这种证据 他就已经命丧黄泉 朴在旭愣在原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 朴志宇现在根本就是一个疯子 连自己亲爹都杀 那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又算个屁啊 这时 陈东看了眼时间 又接着说道 实话告诉你爸 朴志宇已经崴通了金阳邦的人 准备今天晚上取了你的性命 按照他们的手段 你的死法多半也是会跟你爸如出一辙 明天一早 东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标语 我都已经听你想好了 普世财团朴在旭 因无法接受父亲之死 悲痛自杀 这个标题你觉得怎么样 此话一出 朴在旭彻底傻了眼 朴志宇要杀我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哦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陈东用下巴点了点窗外 淡淡说道 朴在旭随即便顺着陈东所指的方向看去 下一刻 他的心顿时便提到了嗓子牙 他清楚地看到 此刻在那一片昏暗的院落之中 十几个身穿黑衣的身影 正悄无声息地朝着别墅这边聚拢而来 他们的手中 竟然全都握着火气 朴在旭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真的 朴志宇 真的想要置他于死地呀 朴在旭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顿时吓得活都快丢了 他们要来杀我了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报警 对 我现在就报警 朴在旭说着 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报警 陈东却是轻笑一声 玩味地说道 对对对 你确实应该赶紧报警 这样的话 等警察来了 就能第一时间替你收尸了 收尼那个时候 你的尸体还是热的 听到这话 朴在旭的动作顿时僵硬在了原地 他知道 眼前这个龙国人的话完全正确 那些杀手已经到了门口 哪怕那些警察的速度再快 也根本赶不上 他只有死路一条 一时间 朴在旭彻底绝望 那我该怎么办 谁能救救我 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啊 呜呜 朴在旭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在屋子里团团乱转 当场哭了出来 片刻之后 朴在旭却是又忽然想到了什么 猛地转过头来看向了陈东 你 你专门跑过来告诉我这些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肯定有办法救我 对不对 看到朴在旭这副样子 陈东不禁轻笑一声 事实上 他今天过来这里 本来就是为了要救朴在旭而来的 他只是没想到 朴在旭的胆子会这么小 还没等他说话 竟是率先提出来了 既然如此 陈东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 直接点头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能救你 真的吗 朴在旭顿时欣喜万分 颇有一种山穷水富夷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那咱们现在就赶紧走吧 等会那些杀手来了 咱们可就走不了了 朴在旭急切地催促道 只是 与朴在旭的交集相比 陈东却是显得淡定得多 不急不缓地说道 你放心 有我在 咱们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 没人能动得了你 只不过 陈东顿了顿 又接着说道 这俗话说得好 无力不起早 无人无故的 我凭什么要救你呢 无力不起早 调在旭也不傻 自然是立刻就明白了 陈东话里的意思 赶忙说道 好 只要你能救我出去 我可以给你钱 你想要多少都行 陈东却是摇了摇手指 淡淡说道 你误会了 我来这里救你 可不单单只是为了钱财 那么俗气的的东西 朴在旭眼前一亮 没看出来啊 眼前这个龙国人 竟然还挺高尚 朴在旭赶忙问道 既然不是为了钱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陈东笑了笑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我想要的是 朴氏财团51%的股份 什么 朴在旭金的眼珠子跟下巴 都快要一起掉在了地上 亏他刚才还真的以为 对方是什么品德高尚的人呢 没想到一转脸 就给他来了个狮子大掌口 之前对方说 就他不要钱的时候 朴在旭还挺高兴的 结果现在才知道 原来对方要的不是钱 而是命啊 没错 对方想要朴氏财团 51%的股份 分明就是想要他们 朴氏财团的命啊 当然 朴在旭才不是什么 有家国情怀之类的人 就算朴氏财团 全部落到别人手里 他也不会有什么心疼 反正他也落不得半点好处 再加上 现在他都快要被 朴氏财团的当家人给搞死了 他就更不会关心 朴氏财团的死活了 只是 在朴在旭看来 对方的这个条件 自己即便是 想要答应 也没这个能力啊 大哥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倒是想给朴氏财团 51%的股份 可我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啊 要是朴氏财团 现在是我说了算 别说给你51%的股份 就算是给你99%都行啊 你只要能保住我的性命 再给我留点钱够花的就行啊 听到朴在旭这话 陈东不由得眉头一挑 然后有一位地道 这么大方啊 那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一定别反悔啊 朴在旭一脸的不明所以 大哥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陈东轻笑一声 笑着说道 我的意思是 你今天能遇到我 绝对是你上辈子积了的 我不光要救你的命 还要扶你上位 祝你接替朴智宇 成为新任会长 掌舵朴氏财团 什么 朴在旭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成为新任会长 掌舵朴氏财团 要知道 朴光泰的儿子有很多 除了朴在旭之外 其他的几个人 无论是年龄还是能力 都要比朴在旭 更加胜任这个会长的位置 说实话 成为朴氏财团新任会长 在此之前 对于朴在旭来说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结果现在 眼前这个龙国人去告诉他 能够扶他上位 让他掌舵朴氏财团 这对于朴在旭来说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你 你是说真的吗 朴在旭不可思议地道 陈东点了点头 当然 我保证可以帮你做到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 朴在旭顿时惊喜万分 这样的话 当然是好 只不过 朴在旭却是又想到了什么一般 转说道 你一口气就想要我们 朴氏财团51%的股份 盛世要的有点太多了呀 这样吧 要不我就给你百分之 百分之二的股份吧 我们朴氏财团资产上千亿 百分之二的股份 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足够你几辈子都花不完了 或者我直接兑换成钱 给你也行啊 你看怎么样啊 朴在旭一脸期待看着陈东 似乎是对自己开出的价码 很是自信 而陈东 在听到朴在旭的这番话后 却是当场就被气笑了 这个朴在旭还真是够贪心的 之前还说 只要能保住他的命 他可以把99%的股份都让出来 他自己只需要留点钱够花就行 结果现在 刚一确定陈东能扶他上位 他就开始打起这股份的主意了 这还真是得寸进尺啊 陈东倒是也不生气 只点了点头 饶有意味地说道 小伙子 你行啊 人家都是过河拆桥 你这河都没过呢 就把桥给拆了 对自己还真是够狠的呀 我服 那行吧 你继续躺在床上接着睡觉 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说吧 陈东直接转身离去 眼看着陈东要走 朴在旭顿时就有些急了 扯的吧这是 那些杀手眼看就要上门了 这个时候 这个救星直接撂挑子走人 那岂不是要让他一个人在这里等死吗 要是连命都没了 他还去哪当什么会长 又怎么可能拿得到朴氏财团的股份 朴在旭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的话 赶忙说道 大哥 你先别走啊 只要你能救我的命 股份分配的是 咱们将来还可以谈啊 这样吧 我给你10%的股份 你觉得怎么样啊 陈东气得想骂娘 理都不理 哎 你别走啊 20%也行啊 朴在旭见陈东不为所动 又赶忙说道 这一次 陈东骂娘都懒得骂了 这世界上 竟然还有比他还贪心的人 什么人啊 这都是 陈东实在是懒得 在跟调在旭这种人浪费时间了 没事没事 反正你们调氏财团的继承人多的是 股份分配的是 我还是等你死了之后 跟其他那些继承人再谈好了 告辞 陈东再没有废话 直接离去 哎 别走啊 大哥 再谈谈啊 要不我再给你加点 21% 你觉得咋样 身后传来了朴在旭欠扁的声音 陈东里 眉眉里 转眼便消失在了朴在旭的视野之中 大哥别走啊 别丢下我一个人啊 朴在旭 朴在旭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忙追了出去 然而 等朴在旭拉开房门 却看到 外面偌大的走廊里 竟是早已空无一人 朴在旭的心 顿时沉到了谷底 这一刻 朴在旭 简直是肠子都毁清了 早知道这个大救星脾气这么刚硬 他就不跟对方讨价还价了 现在好了 好不容易抓到手里的救命道菜 就这样折断球了 正当朴在旭想着这些的时候 一边突生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响起 便看到一个身材魁梧 虎背熊腰的蒙面男人 带着十几个枪手 便直接冲上了楼 如果陈东在这里的话 肯定是立刻就能认出 眼前这个围首的蒙面男人 不是别人 正是韩在勇 原本 像是这种杀人猎口的脏活 平日里韩在勇 都是会交给刘大硕他们完成的 可是今天 刘大硕被陈东给打成了重伤 根本就没有办法出手 再加上韩在勇 本身就需要这次杀掉朴在旭的任务 来弥补对付黄金栅上面的失误 由不得半点插持 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韩在勇便决定亲自动手 此时 刚一来到楼上 韩在勇的目光 刚好与朴在旭的目光 交叠在了一起 四目相对间 两人都是一愣 下一刻 韩在勇便率先反应过来 二话不说 端起手中的武器 直接便朝着朴在旭 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哒 无数的子弹 静止地便朝着朴在旭飞射而去 我的妈呀 朴在旭下的活都快丢了 幸亏朴在旭躲避及时 那些子弹几乎全部打在了门框之上 这才让朴在旭捡回了一条命 朴在旭顾不得那么多 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还算机灵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要将房门反锁 也就是在朴在旭锁好房门的下一刻 无数的子弹 直接打在了房门之上 把整个房门打得都是一阵巨响 可让人惊奇的是 这些子弹却是无一例外 全部都被挡在了门外 竟是根本无法突破这房门的抵挡 看到这一幕 朴在旭不由地长舒了一口气 说起来 朴在旭的这间卧室 在之前设计之初 本身就是有安全方面考虑的 就眼前这扇房门 采用的是超甲级防盗等级 抵挡普通破坏的时间 可以高达40分钟以上 一般情况下 是很难强行破开的 说实话 一开始那些设计师建议朴在旭 安装这扇房门的时候 朴在旭并没有太当做一回事 甚至觉得 在自己的卧室里 安装上这么一扇厚重房门的人 多半是有病 可直到此刻 朴在旭才终于庆幸自己 当初听取了那个设计师的建议 要不然 自己分分钟时间 怕是就已经成了一具尸体了 尽管暂时把那些杀手挡在了外面 可朴在旭也知道 对方手里拿着武器 显然是有备而来 突破这防盗门的防守 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正当这时 一声声巨响响起 似乎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 在不断地撞击着房门一般 朴在旭赶忙凑到门口 从猫眼看去 下一刻 朴在旭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 只见此刻 正在撞击着房门的并不是什么重物 而是那为首的一个壮汉 没错 这个壮汉 正是韩在勇 韩在勇本身就是有修为在身的武者 爆发力本就十分惊人 一脚的力道至少也有五百斤 一脚之下 不止房门阵战 连整个房间 似乎都在位置颤抖 随着韩在勇的不断猛踹 那房门门与墙壁的链接处 隐隐开始松动起来 这房门门能够抵挡四十分钟的墙盗没错 可那针对的也就只是普通的盗贼 可在韩在勇这种实力惊人的武者面前 抵挡能力自然是要大打折扣 很明显 四十分钟是根本不可能撑得到的 甚至十分钟都难 这一下 朴在勇彻彻底慌了神 他很清楚 若是让那些杀手闯进来之后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绝对是只有死路一条 他该怎么办 他真的不想死了 谁能救救他呀 随后 朴在勇终于想到了一个人 也是现在唯一有机会能够救他的人 也就只有刚才的那个龙果人了 朴在勇再也顾不得多想 赶忙拼命地大喊起来 大哥 救命啊大哥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呀 你快来救救我呀 然而朴在勇喊了半天 却也根本没有任何人回应 只有外面的踹门声 还在不断地响起 而那房门与墙壁接口的位置 比刚才更松了 朴在勇彻底绝望 裤装里一阵湿热的感觉传来 这位堂堂的普世财团继承人 竟然吓尿了 救命啊 我真的不想死啊 谁能救救我呀 呜呜 朴在勇拼命地哭喊了起来 哭得像是一个140斤的孩子 正当这时 一个声音却是 忽然在朴在勇的脑海之中响起 你不想死吗 我看你挺想啊 你放心 等你到了那边 我会得烧纸的 保证比朴氏财团的总资产还要多 再次听到这个声音 朴在勇简直像是 听到了亲人的声音一般 顿时喜出望外 是大哥 是那位龙国大哥的声音啊 朴在勇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了地上 对着空气大喊起来 大哥救命 大哥快救救我呀 我真的不想死啊 救你 陈东青笑一声 凭什么 凭你会拆桥啊 听到这话 朴在勇一阵苦涩 他现在才终于想明白了一切 自己真的太不是个东西了 人家好心好意地跑过来 给他活命的机会 结果他就只为了钱 而把对方给彻底得罪死了 他这次真的是自作孽 不可活了呀 门外 韩再勇的踹门声 还在不断地响起 只听了朴在勇一阵心惊胆战 在朴在勇听来 门外站着的已经不是活人 而是死神一般 朴在勇再也不敢多想 赶忙对着空气 拼命地磕起了响头 大哥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呀 你放心 股份的事情 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我绝望二话呀 哦 真的吗 陈东玩味地道 你最好别跟我耍花招啊 要不然 我只会让你死得比现在更难看 朴在勇 赶忙派着胸脱保证到 我绝对不敢耍花招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我保证 就算你给我百分之一的股份 我都愿意 我要是敢违背誓言 就不得好死了 事实上 朴在勇此刻 真的是顿悟了 什么股份不股份的 跟自己的小命比起来 什么都不是 别说给他一半的股份 就算是给他百分之一的股份 就足够他 这辈子吃喝不愁了 他还想那么多干嘛呀 之前真的是太蠢了 看到朴在勇这副恳切的模样 陈东心里也算是有了底 只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出手 因为之前朴在勇的表现 实在是让他太失望了 他是要就朴在勇没错 可该给的教训 还是要给的 此刻朴在勇发完毒誓之后 本以为对方会现身营救自己 可是等了半天 却根本没有看到 对方有任何现身的意思 甚至连半点回应都没有 这一下朴在勇彻底急了 大哥 我都已经发过誓了 求求你赶紧出来救我啊 再晚 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朴在勇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团团转 可陈东那边 却依旧没有任何的回应 朴在勇心急如焚 刚要再说什么 可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 那防盗门终于再也抵挡不住 轰然倒塌 一时间 房门洞开 韩在勇带着十几名鹤锵实弹的杀手 便直接闯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朴在勇顿时心惊胆战 彻底绝望 完了 他今天 彻底完蛋了 韩在勇看到地上跪着的朴在勇 嘴角顿时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 吸血道 房门整挺结实啊 咋的 你哥这跟我防新郎呢 朴在勇下的裤装又失了几分 他赶忙爬到韩在勇的脚下 拼命地哀求道 杀手大哥 不要杀我呀 我可以给你们钱 不管朴至于给你们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们双倍 韩在勇不由的眉头一挑 哟 看来你还不算傻呀 竟然还知道是谁想让你死啊 朴在勇一阵愕然 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这些杀手 真的是他的那个好大哥 朴至宇派过来的呀 原来 那位大救星真的没有骗他 眼下 朴在勇也顾不得想这些 他赶忙抓着韩在勇的裤腿 拼命地哀求道 杀手大哥 咱们有话好好说呀 你看这样行不行 只要你们放我一条生路 我可以给你们十倍的价钱 不 二十倍也行啊 只求你们能放我一条狗命啊 呜呜 朴在勇吓得当场哭了起来 韩在勇听了这番话 不禁眉头一挑 笑道 二十倍的价钱 可真是不低呢 只可惜 我们这些人向来讲究规矩 你给再多钱也没用啊 记住 下辈子想活命的话 你应该先开架 说着 韩在勇再没有废话 端起枪来抵在朴在勇的额头上 当即就要扣动扳机 大哥 救命啊 朴在勇吓得闭上双眼 拼命地大喊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韩在勇毫不在意 扳机上的手指 直接就要按下 可就在这时 韩在勇却是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杀意 猛地从身后袭来 韩在勇顾不得多想 第一时间便赶忙转过身来 抬枪相迎 然而 还是慢了一步 还没等韩在勇身子转过来 对方的一脚已经袭来 一声闷响 韩在勇整个人顿时便向前趴飞了出去 一头撞在床脚之上 顿时撞了个头皮血流 而在门口的位置 此刻已经多出了一个轻瘦的身影 正是陈东 朴在序眼见到这一幕 顿时欣喜若狂 他来了 大哥 回来救他了 其他那十几个杀手 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惊到了 纷纷抬起枪来指向陈东 呈扇形 将陈东给围在了中间 韩在勇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起来 抹了一把脑袋上的血 顿时狂怒不已 我看你是找死 韩在勇端起手里的枪 当即就要扣动扳机 可当他看清面前来人的长相时 顿时愣在了原地 眼前这个人他白天时才刚刚见过 正是黄金炸的大老板 陈东 韩在勇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对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不过眼下 韩在勇也顾不得去想这些 因为眼下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摆在面前 那就是 对方可是被宋福尧点名要照顾的人 他现在要是动手杀了对方 若是让宋福尧知道的话 会不会迁怒到他的头上 正当韩在勇想着这些的时候 却听陈东忽然拥拥开口 这世界还真是够小的呀 韩在勇 咱们又见面了 韩在勇听到这话 顿时一愣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蒙着面底 为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保密 结果现在 对方竟然轻而易举的 就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这一下 韩在勇算是彻底没有选择了 不管对方是不是被宋福尧照顾的 都必须要死了 而且 眼前这个龙国人 白天的时候 害得韩在勇丢了那么大的人 说实话 韩在勇早就恨不得要杀死对方后快了 随后 韩在勇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便接下了脸上的蒙面 露出了真容 小子 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白天的时候 我看在宋福尧的面子 才没有动你 没想到你 竟然又送上门来了 这还真是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呀 韩在勇看向沉冬的目光里 凶狠而又猙獰 掩不住的杀意 此时 朴在勇一看到韩在勇的面容 顿时惊大双眼 是你 韩在勇在汉城的圈子里 还算出名 之前朴在勇在普世财团的酒会上 也曾见过对方 对方当时甚至还满脸笑意的 向他敬酒来着 却没想到 这转眼之间 对方竟然成了要置他于死地的杀手 韩在勇 你好大的胆子 我可是朴氏财团的继承人 你敢杀我 若是让朴氏财团的人知道了 肯定饶不了你 朴在勇大声怒吼 只是 他这一句话才刚说完 韩在勇二话不说 直接一巴掌就扇在了他的脸上 怒骂道 你他妈是不是傻 老子刚才都已经说过了 想要置你于死地的 就是你哥 就是朴氏财团啊 就你这熊样子 还想拿朴氏财团继承人的名头来吓唬我 你怕不是忘了 朴氏财团现在是你哥在掌舵 此时的朴在勇也是彻底被侮辱到了 是啊 现在整个朴氏财团都是朴志宇说了算 而现在的他 不过是朴志宇的眼中钉而已 手中没有权力 背后没有朴氏财团 他这个所谓的朴氏财团少爷 的确是连个屁都不算 行了 先得老子滚一边去 等我收拾了这个姓陈的 就轮到你了 韩再勇懒得再跟朴在序废话 重新看向了陈东 小子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 那就别挂我了 动手 韩再勇大手一挥 那些手下立刻同时扣动了扳机 无数的子弹立刻倾泻而出 一股脑地朝着门口的方向飞射而去 只是 还没等着这些子弹袭道 陈东却已经率先闪身 瞬间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给我追 别让他跑了 韩再勇大吼 陈东已经知道了一切 韩再勇自然是要杀人灭口 两名杀手领命 立刻端起武器追了出去 只是最前面的一个杀手刚一出门 枪口就被守在门外的陈东一把抓住 这杀手第一时间便要扣动扳机 只可惜 陈东压根没给他这个机会 陈东一脚踹出 直接就把这名杀手踹翻在地 接着 陈东罩着这名杀手的头顶猛的一脚踹下 一声脆响 这名杀手整个脑袋都被踹得向下缩了进去 他那坚硬的喉骨瞬间断裂 身形如同一只缩头乌龟一般 当场丧命 一颗子弹从枪口飞射而出 静止地袭向陈东 只可惜 陈东只身形一偏 便轻松躲避过去 那杀手刚要射出第二颗子弹 只可惜 已经没了机会 陈东调转手中的枪口 当即扣动扳机 一声枪响 那名杀手瞬间就被抱了头 身体贴着墙壁滑落下来 墙壁上 星红与黄白色的脑浆混杂在一起 一片血腥 其余那些杀手们 看到眼前这一幕 都是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短短两秒钟的时间 就杀了他们两个人 而且手段还是如此凌厉狠辣 眼前这个对手 未免也太厉害了 就连朴再续 看着那满墙的鲜血与脑浆 也是惊恐万分 只觉得胸口之中一阵翻涌 差点没直接吐了出来 眼前这个龙国男人的手段 简直是太恐怖了 幸亏对方如今是自己这边的帮手 要是对方是敌人的话 那朴再续真的是宁可死在 韩再勇他们这些人的手里 至少 还能死得好看一点 同时 朴再续的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 他以后也绝对不能背叛跟对方许下的誓言 更不能与对方为敌 要不然 自己只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此时 陈东解决掉那两名杀手之后 直接又将目光看向了剩余的那些杀手 其他的不说 单单是出于保证自己 与朴再续之间的合作关系 不被别人发现 眼前的这些杀手 今天就不能有一个活着离开这里 既然如此 陈东便不再有任何的手下留情 随即 陈东如同一头野兽一般 纵身跃回到了房间之中 大发四方 陈东端起手中的武器 快速射击 那些杀手的心口 一个接着一个地绽放出血花 无一例外 全部都被子弹击穿了心脏 当场毙命 这些杀手一开始还试图还击的 结果他们很快发现 陈东的出枪又快又准 他的射击水平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相比的 甚至 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极限 只片刻功夫 七八名杀手 便已经被陈东当场射杀 而他们射出的子弹 却是连陈东的衣角都碰不到 他们甚至连对陈东的身形 进行瞄准都做不到 剩余的那些杀手眼见如此 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与对方之间的差距 于是到了最后 他们便彻底放弃了反击 都是争先恐后的 想要逃离出去 只可惜 陈东却根本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随着陈东数次点射 剩余的那些杀手 也都是尽数辅助 整个现场 也就只剩下韩再勇一个人 韩再勇原本还有些惧怕 可是此刻 在看到陈东击毙了最后一名杀手之后 他的嘴角 却是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枪里的子弹 已经全部打完了 不过我的子弹可还多得很呢 说着 韩再勇端起手中的武器指向了陈东 一副掌控全局的得意模样 不得不说 韩再勇的确还是有些能耐的 陈东如此快速地扫射点射之下 韩再勇竟然还能够清楚地听清楚子弹的数量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好了 上路吧 韩再勇说着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然而 他这一枪 却是被陈东直接躲避过去 与此同时 陈东猛地将手中的枪甩了出去 沉重的半自动部枪 在真气的加持之下 旋转着朝着韩再勇而去 一声闷响 枪身重重地砸在韩再勇的面门之上 直接就把韩再勇给撞倒在地 只见韩再勇的整个脸骨都被砸出了一个浅坑 鲜血直流 韩再勇更是只觉得一阵头晕脑胀 感觉自己都快要昏死了过去 事实上 这还是韩再勇有修为在身 肉身的抗击打能力本就足够强悍 这要是换做普通人 此刻只怕早已被砸得干脑涂地 丧命当场了 韩再勇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拼命地摇了摇头 强迫自己保持清醒 随后 他从地上捡起枪来 就要再次射击 只是 还没等他扣动扳机 手里的枪 却已经被陈东提前夺走 陈东一脚踹出 再次把韩再勇踹翻在地 此时的韩再勇 心中一阵骇然 在此之前 韩再勇仗着自己是有修为在身 本以为还可以与陈东一较高下的 可此刻他却发现 自己的那点修为 在眼前这个龙国人面前 根本不知一提 完全就是被碾压的份儿 而更让韩再勇感到惊讶的 还在后面 陈东夺到武器之后 却是看都没看 只手中快速的几个动作 一阵脆响之下 原本完好的武器 直接就被陈东拆解成了一大堆零件 看着地上那掉落的武器零件 陈东轻哼一声 不屑地道 对付你 还用得着子弹吗 这一刻 韩再勇彻底惊地说不出话来 眼前这个龙国人 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对武器还应用得如此娴熟 天哪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韩再勇此刻也顾不得这些 赶忙求饶道 别 别杀我 你留我一条命 我可以带领整个金阳帮 向你臣服 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韩再勇此刻也是豁出去了 只可惜 陈东却是压根就不买账 带领整个金阳帮 向我臣服 陈东轻笑一声 淡淡说道 你觉得 我需要吗 什么 韩再勇恶然 没想到如此丰厚的条件 对方竟然丝毫都不放在心上 他刚要再说什么 然而陈东却是理都不理 好了 上路吧 陈东把刚才韩再勇说过的话 又重新还了回去 话音落 陈东手起枪落 长长的枪管 如同一根长毛一般 直接刺进了韩再勇的心口 韩再勇的脸上露出无比惊恐 同是无比不甘的表情 临死之前 他脑海中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却是 原来用枪杀人 真的不需要子弹啊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朴在序 一张脸此刻早已一片煞白 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这一次 他算是彻底被陈东的手段给震惊到了 杀神 眼前这个男人 简直就是一尊杀神啊 幸亏对方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敌人啊 陈东却是看都没看韩再勇的尸体 而是点燃了一根香烟 随口说道 行了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陈东说吧 转身就要离去 朴在序却是一脸茫然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忙说道 大哥 你先等一下 怎么 还有事 陈东回过头来 悠悠然地问道 朴在序颤声道 那个 咱们股份分成的是 要不然 我先给你写个临时的合同什么的吧 这样的话 你也能多一份保证不适 省得我反悔啊 反悔 陈东轻笑一声 你敢吗 朴在序愣在原地 不敢吭声 就眼前这情况 就算是给朴在序 十个胆子 他也绝对不敢反悔啊 他说 是要给陈东一个保证 其实 倒更像是 给他自己一个保证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把合同签了 就算是跟对方 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对方应该 就不会再为难他了 现在陈东压根就不买账 却是让朴在序 更加心动忐忑了 这要是对方 真的在去考虑 其他的继承人 那知道了一切秘密的他 岂不是就只有 被猎口的份了吗 正当这时 却听陈东突然开口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放心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我就肯定会信守承诺的 我不仅不会动你 还会扶你上位 成为普世财团的 新任继承人 真的吗 听到这话 朴在序顿时惊喜万分 随即又问道 可是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朴志旅他 可是想要杀了我啊 我怕他要是知道 我没死的话 会再对我动手啊 陈东轻笑一声 淡淡说道 放心吧 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朴在序目瞪口呆 愣在原地 没有这个机会 那岂不是说 朴志旅很快就会 朴在序不敢再多想下去 朴志旅的死活 现在他真是一点都不关心 从朴志旅决定要派人杀他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经是敌人 朴在序只希望自己跟眼前这个龙国人能够永远都是朋友 走出房门之后 陈东的眼神逐渐变得犀利 没错 通过掌控朴在序 从而掌控整个朴志财团 这就是陈东的计划 朴志财团的资本 虽然也并不能算是太过雄厚 完全无法与山芯财团相比 与当初的陈家更是差得太远太远 不过对于现在的陈东来说 这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了 最主要的是 有了朴志财团这样一个马前卒挡在前面 陈东以后处理起更大动静的事情时 就能够少了很多麻烦 这也正是陈东最为看重的 从朴在序家里离开之后 陈东便直奔机场而去 在那里他的私人飞机已经等候多时 挫败韩在勇的刺杀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一步就该轮到朴志宇了 半个小时之后 陈东直接朝着米国而去 这个朴志宇 三番两次的找陈东与黄金炸的麻烦 这一次也该有个了结了 律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